短讲,讲什么这么短呢,上星期又想问Diacron的110111 介乎动物与机械人之间,蟲蟲进化,变成暴雨类 就是了,先说109,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109出了详细资料之后 我问,为什么这么似,109就是那只Diacron的Reverse版本 叫做XX1,为什么机头这么似一只小狗的头 整只有上半身的1号机,就好像变了两脚走的动物 2号的翼,就好像变了一只鹰 为什么有这样的设定,开始动物化了呢 你明白了,现在连昆虫那边都catch up了 两边都开始出飞锦走秀 所以我就说这个系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很快应该会引入恐龙派 为什么呢?因为在40年前那个Diacron的世界里面 其实是有恐龙派的,即是钢索那一群,其实最初在那里 如果他现在开始有些动物的feel 现在去到110111,直头已经是动物了 你觉得他会龙而重之地出恐龙呢? 还是他会有这个方法,就是好像阴点阴点 他永远都不说到很明,但你可以变动物呢? 我觉得他现在出这只110111,110是老虎 出一只110是老虎的话,直接动物化了Diacron的世界观 我想他接着就应该会慢慢开始出多些动物化的先 然后就会龙而重之,引入恐龙派 就会有一只,砰,真是一只恐龙的Diacron系列 就会出了,但是他接着就有Cross Over这个索丝呢? 已经有了,但会不会又再出?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就不知道了 纯粹Diacron和索丝的,就不知道了 因为其实它去到rober base,去到DA100之后 我觉得Diacron,特别是DA系列 Tarticle Mover就开始已经又不断重复 但DA系列好像找不到一个新的出路 接着就有一些新的,譬如是出蟲蟲那边 华鲁达那边 而且开始引入动物化的新的冲击 这个是必然走的路 如果他真的引入了恐龙派的话 地球这边呢 接着就可以出火车系列了 即是雷电那边 如无以外就应该可以这样走 但火车系列就会变成民用车辆了? 是的 这就跟Transformer撞了 其实Transformer的前身就是Diacron 我知道 但这就会真是 所以我们都是玩Diacron的前期科幻那种感觉 当年80年代的Diacron也是 他未去到玩民用车辆之前 他是一些科幻的设计 即是一些基设的 但如果去到火车 那究竟他是科幻火车 还是真实的那种子弹火车呢 我觉得应该会介乎两者中间 如果你留意他之前那个DAC95 吐出来的那辆Diacron 会是类近那种感觉 他会似似的一辆火车 但是又火焰化了 如果他出雷电 即是火车合体的时候 他可以用这一个方向 会再做 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会出的 当然你说 究竟会不会出了那么多 你看他的销售是怎样 我觉得恐龙派应该走不掉 现在根据109开始有些动物化 好像狗仔的头 现在去到110 直接告诉你 我会出了一只老虎 跟着下去再是恐龙 这些应该走不掉的方向 我觉得恐龙应该就一定会的 火车我就有些想不通 因为Transformers又出了火车 还有火车你要跟人合不合比例 如果你要跟人合比例 火车就会很大 所以开始尴尬 因为我们现在DACron 这个review都是叫做1比60 如果你的火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我私心来说 他有两个我都想 真的将旧系列可以reboot 一个就是 当年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现在都期待14机合体 就是14机合体 怎样用现在的DACron 去出一次 保留可动性 因为当年的14机合体合完之后 就是这样站在 就是14机合体 他们现在放这玩具叫做C站 它是C站的鼻祖 没错 他好像有这样 就是这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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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就是 你出了Robot Base 出了Fortress X 这样就很棒 好气线好吗 我觉得Robot Base还没玩完 应该还有一些 现在有两把剑 各类型的东西 对了 有把神剑 剑又可以变飞机 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玩 希望啦 希望啦 好了 说到这里就这么多 开了个玩具 回来之后 就会讲Joker 有没有多谢Felix Lee先 还没有 多谢Felix Lee 多谢Felix Lee 多谢 我觉得我很支持你两个 多谢你啦 一会儿见啦 Toyce 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 の海外初展示 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 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 Arenaにて 開催中ですので 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